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OJN历史上少有的两患王 中国土豪曲线救国时成功解体三星蓝白 Daddy被M3战队成功收买 由于M3队友天生便有神奇的变身能力 能在坑DM模式和牛逼模式中切换 Daddy在M3不久后就被坑出了此项技能 于是牛逼模式开启时会进入大递状态 能联系一场游戏中把国内一线更单无状态 无限单杀直至精神时长 开大送死 坑DM模式开启时会进入阿珍状态 能在顺风神装的时候迷之拆眼送传灭 一手黄金翠翠机一级人群送温暖 有碍至极 总之这样的穿新人物加入QG 相信也可以让QG的队伍水平更上一层楼 也期待Daddy能在QG的气氛感染下 频频爆出神级操作 再回当年巅峰大地的水平 其实UZ和Daddy的遭遇应该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气早晨 却在S5遭遇自己职业最黑暗的历史 都急需在S6重新证明自己 找回状态 希望俩人能好好努力 能打出一个好成绩 加油 这一次老子不再是阿珍 请叫我的本名 Daddy 要说QG今年阵容是豪华的话 和人际过去后 今年IJ的最终名单却是各种一 CACO这个当年让王校长 能发出吃响补阅的强力含冤 竟然没出现在榜单之中 而打野位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S5末期 对内最为糟糕的 著名443寻将军 小孩 众所周知 小孩在S5末期的赛事 发挥十分糟糕 作为国内老牌ADC 却在S5末期的赛事里 在各队的ADC数据榜中垫敌 更是打出了443的 卢瓦路历史比赛中最低伤害 在S5比赛期间 也是被网友各种人格各种亏 以至于S5最后一场比赛 IG紧急派出替补AD 小时光来救场 不少人觉得 小孩可能要坐冷板凳了 没想到 小孩以一位新人的身份 突然顶替了CACO 成为IJ打野位 首发 咱们不懂 我还是能替王校长挡过子弹 对老王有救命之恩 怎么可能被换下去 你看看 单元位不行 我还还能上单 上单不行 我还还能中单 总之 就是换个废物 老王也不可能换个我孩 第一 小孩替换为打野位 那原先的韩元CACO 难道真的是被潜规则掉 就让小孩上位吗 抱歉 电子经济不是电影 没有挡子弹这一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 CACO当年是以200万签约IG S5合同结束 RSPR 王土豪开出500万 邀请CACO入队 CACO起先 与校长要求加薪到400万 留队 但由于CACO在S5期间的表现 并不是十分出色 被校长拒绝加薪 于是一气之下 离开IG 答应了500万的土豪哥的邀请 来到了中国路圈的 已级联赛 RSPR征战 由于事发突然 队内来不及 在换人际 要求新的强烈野位 于是小孩临危授命 担心了IG野位的主任 才得以让队伍正常运行 为了IG 要出业务合行 总之 先不说这样 突然跳槽 道不道德 我们就说说 这种自降身份的事 其实不止在路圈 很多赛事 比如足球 篮球 很多世界军星 在经济状态不在的时候 便会选择自降身份 去到小俱乐部里捞金 比如 五年肥罗 和青岛麦迪 俱乐部花重金买来后 选手的状态也没见会好多少 一般还是个赔分买卖 没法长久 卡卡这项举动 是不是意味着 已经做好了 最后捞一手的准备呢 也不得而知 只是 曾经的电竞时代 是贫穷的 一群元老们 怀揣着梦想 受着苦难 撑着下去 就为了拿到所谓的荣誉 那个时候的电竞 是热血的 那个时候的电竞选手 是被封为英雄的 而如今的电竞时代 是富裕的 大量的资金涌入 让电竞逐渐变得 越来越商业化 很多选手 在物欲横流的圈子中 迷失 丢失一颗好胜的心 有些甚至忘记了 自己曾是一个 世界一线选手 跑去了已记联赛 燃烧剩余的青春 这样的选手 你爱吗 这样的电竞圈 你爱吗 唉 这视频一发 我又要被喷成狗了 这年头 说得实话可真难呢 嘿嘿 我优先来说 我为你生命的 有什么司法 有什么司法 就说得有什么司法 有什么司法 有什么司法 这就有什么司法 有什么司法 你应该在那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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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